大家好,我是三喵,邪猫持狗上岗 今儿我们来填个坑 我相信很多对近代史感兴趣的朋友 多多少少都听过一个东西叫田中奏折 这个按照历史课本或者某些资料当中的说法 1927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一一 在这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会议 那个会议开了11天 有那么5天是公开的,6天是机密的 然后这次会议开完之后呢 田中一一首相就把这次会议纪要上奏给天皇 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了 在那里面有那么两句 我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话吧 叫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 而欲征服中国必征服满盟 那么后来啊 日本所谓的清华和太平洋战争之路 的确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 你看啊,先是这个918事变吧 去征服满盟 接下来是七夕事变 是想征服中国 所谓的三月王华这个事 咱们也搜过节目 讲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最后1941年 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 那不就是预征服世界吗 有人说你看 日本整个的侵略 就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铁正如山 你还有什么话说 可是啊 这个经过后代的很多学者考证啊 这个奏折很大概率上 它是一个伪造的东西 就跟那个西安长老会纪要一样 那是一部伪书 这怎么回事呢 首先啊 这个你想想 日本首相上奏天皇的这么一个秘密奏折 最早发表是在中国的报纸上 那这怎么可能被中国人所知道呢 那这个当中啊 据说有一段特别离奇的故事 宛如小说 那么如果一个东西 它发生的时候 它的叙述 你感觉的就是小说的话 极大的概率 这玩意儿它就是小说 奥卡姆提刀原则 怎么说呢 一个东西长得像鸭子 叫得像鸭子 走起路来像鸭子 那它什么呢 它就是一只鸭子 那咱们说啊 这个首先 1927年的时候 张学良的秘书叫王家珍 他当时得到情报 说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啊 他似乎对中国有一些 不利的一些想法 那么委托当时号称 能够进入日本皇室图书馆的 另外一个中国人 叫这个蔡志堪 去验证一下这个想法 那么首先这个蔡志堪其人 能够进入日本皇室图书馆 他到底是什么职位啊 这个是存疑 其二呢 在那个故事里面啊 王家珍是通过大饼 就是那个我们吃那个大饼 里面卷的信纸 去给这个蔡志堪送信了 那么请问 如果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只是去问询一下的话 我需要用这么机密的方式吗 总之就弄得跟谍战片似的啊 那么蔡志堪呢 也是征求日本当时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田中议议啊 他是日本政友会啊 那么他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派 征求日本反对派的各种意见 那么这些反对派嘛 也说比如木野深险啊 等等等等 他们说如果这个田中议议 真要用这种办法 去所谓的征服世界啊 惩罚中国啊 征服满猛啊 那么日本的军队就会暴走 那么天皇的这个威信 可能就不保了 他们统称为保皇派嘛 那么这个蔡志堪能够见到木野 深险伯爵 这一级的人啊 这又是一个令人存疑的脸 然后说我要不要在日本 的报纸上发表 那不行 然后那怎么办呢 几经讨价皇家 木野深险同意说这个蔡志堪可以去这个皇室的这个藏书处把这个东西给搞过来 然后呢 这个接下来的发展就是蔡志堪搞了一份什么东京西报 就是这个西洋的西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用红圈圈圈出了一些字 然后把这些字呢 就是就是你知道一份报纸 可能就是一份报纸 普通通报纸寄给中国的这个王家珍 但是用红圈圈圈了一些字来 那么这些字可能就代表着这个啊 就是我来谈判的一些条件 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公开啊 搞得真的跟一个谍战片似的 我觉得如果这么的机智需要这样的斗智斗勇的话 这是拍电影吧 然后到了后来木野深险啊 说是给了这个王家给了这个蔡志堪 日本皇室图书馆的临时通行证 然后呢 蔡志堪去那边抄写了两个晚上 把这个田中作者给抄了过来 然后在中国发表 其实你看这件事情疑点还是很多的呀 对不对 你看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谍战片 而且你只有两个晚上的时间啊 对不对 你如何在浩如烟海的那个 馆藏文献当中 找到这份所谓的田中作者 对不对 而且你这样抄写下来就这么发表了 那么日本这边当时就指示 说这个田中作者 中国这边发表的是伪作啊 对吧 那中国这边也有很多人坚持 这就是真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啊 说这个1945年 日本不是战败了吗 战败之后 皇室的这个很多的材料都被销毁了 这是很多中国这边人的看法 此期 然后呢 日本的确是按照这个田中作者的想法 去侵略中国侵略世界的此期二 对不对 这个你看 你没话说了吧 而且你看 这件事情之后 掌管皇室这个图书的很多官员被降风撤职了 你看铁正如山吗 但是这个所谓的田中作者中间的很多不一致之处 那也是有疑问的 你比如说啊 说这个 先皇 也就是大政天皇 召见这个山县友鹏去讨论所谓的九国公约 这样的事情 可是山县友鹏啊 1922年2月份就 2月6日吧 应该就去世了 那九国公约是在1922年差不多是12月份缔结了 那会儿山县友鹏弥留之际 您让这个大政天皇何以去召见他呢 对不对 而且啊 这个田中一一在这个田中奏折里面 说自己在旅居欧洲的时候被中国人刺杀 但是未遂 可是呢 事实情况是他在上海的时候遭遇朝鲜人的刺杀未遂 那么你想啊 这个田中一一可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 他凭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给搞错呢 这都是一些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而且啊 在战后日本的很多左翼的学者 其实也是很同情中国的 他们都不认为这个有田中奏折 这个东西 凡此种种 甚至包括在21世纪啊 我查到的最近的资料是2005年的时候啊 当然你说2012年之后怎么样啊 那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啊 2005年的时候 中国还是有相当多的学者 就很客观的觉得 这个田中奏折很大概率 就是一部伪造的文件 那有人说 三彪 你如何解释这个日本欲征服世界 必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 难道日本后来不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打的吗 这个要解释起来太复杂了 咱们就从一点上来讲 请问 那个田中奏折是日本陆军出身的 日本陆军他有没有征服世界这样的计划 对不对 那么我们能看到的资料啊 在这个1905年日本海大海战之后 那么日本海军是打败了俄国海军之后 他找的下一个假想敌 的确是美国海军 那你可以认为 一开始的时候 日本海军最早是以美国海军当假想敌 干嘛呢 要经费呢 对吧 这个美国那边有大白舰队 对吧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战胜线 日本也要走 我们要到八八舰队 那后来就真的就把美国的威胁当成 可以说海军是真的有同英美开战 这样的一些想法 然后后来不就变成了什么九段机吗 陆军有这种想法吗 陆军没有啊 那个你看后来九一八事变之后啊 石元晚尔啊 石元晚尔他当时的计划是干嘛呢 在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洲啊 我去搞那种产业移民 这就是满猛拓殖团 我希望这种拓殖团啊 从1936年到1956年 注意这个时候田中夷已经不在了啊 从1936年到1956年 移民20年 不间断的移民过来之后呢 极大的改变中国东北的这样的人口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 慢慢慢慢的把满洲变成日本的一个前哨阵地 当然你要说日本陆军他占领满洲 这对不对 那肯定从这个道义上 从历史上讲 这都是理亏的 但是你要说日本陆军 他有征服中国 征服世界 这种计划 那您真是高桥了 他们对不对 那至少这个日本陆军这边 是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那个样子 那很多的文章也都有写过啊 这不是军部暴走了吗 这不是下课上了吗 这十元王尔在中国东北搞了个918啊 然后把满洲这块真的变成了日本这边的殖民地 当然日本陆军的想法是防住俄国 对不对 那防住苏俄 可是呢 其他的陆军军官就眼红了 这不是武藤章对这个十元王尔说吗 十元桑你之前干过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干一遍呢 有夏克上啊 比如说策划华北自治啊 搞七七事变啊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这是一系列的日本的体制问题 你不能说日本后来就这么干了 就证明他们当时有阴谋这么干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这个战后的东京国际法庭上 中国这方面也是拿这个田中奏折 试图证明日本已经蓄谋已久的想要侵略中国 但是这个东西在当时并没有被采信 所以说你说田中奏折这个东西 它到底有没有 那么至少从证据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很难说它是有的 而且啊 如果一个东西是有的话 它在逻辑上基本的字下 这个田中奏折都没有做的 当然我还没有提到呢 这个田中奏折 它应该是日本正经的给天皇的东西 是按照内大臣给天皇 田中奏折可是宫内大臣 这个是不一样的 而且整个的语气这个文法 根本就不是给天皇上奏的这种语气和文法 当然有人会辩驳 说那是大政之前 昭和时代对天皇的上奏 这个语气和文法已经随意了很多 总之就是一定要找到田中奏折是真的 这样的证据 可是田中奏折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任何的日文版本 所以说这种事情呢 你只能是宁可信其无 不可信其有 这就是说很多的历史事件不是靠着一个阴谋 就一以贯之的贯彻到底的 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些机缘巧合 走到了一些命运的命运交叉的实质如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历史截定论和阴谋论 本质上就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说历史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通过这个小故事您应该能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行 今天想关于田中奏折 那作为学家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